顺便注意一下怎么看 比如说它这个是切斜度切得很重 它有可能是下一笔写过来的时候 笔先贴住以后用力按了 但是它贴了这个角度 所以这边其实如果是 这一笔如果它当初这一笔 当初它的这一笔是直接贴的话 你看它会有多大 就会很粗对不对 可是它贴是贴斜的 所以就没那么重 这个也是贴很斜 但是回头来看这个 这边都直的对不对 过的中间才一点点斜 然后向右 对吧 对好 这边提一贴 切了以后才下 所以不要急 要把动作做完 但是它贴的时候没有很用力 对不对 用力就会一坨 对不对 回答一下 这个再明显看出来它有连笔的动作 连笔的动作就是上笔跟下笔之间的连结 不要用太重的按压去做 它有提贴 有起伏不要按的时候按太重 那背就等一下看一下 彼此之间线条的连结 先写 一 二 这两笔我就不说了 一 二 跟刚刚刚你那个有的意思一样 它到这边手腾空 直接 直接笔带过来 所以两笔都尖尖的 然后这笔提接下来 对 约列是 看到了 向右上 好 再 越略是对着它底下 它那一树跟上面这一树 快要切成一线 所以你在那个切成一线 你看这一笔它有连的 提贴下过来直接接 所以你这边如果直接滑下来 它就变圆 可是它明明有角 好 一 二 这一树就有微跟上面戳开 这个斜度注意一下 长度大概比它多一点 我刚才那样停不好 有没有看到 贴 它贴的时候没有做收尾 直接贴住就下 它速度很快 所以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人呢 请你注意一下 它的第二笔的笔尖 跟它对到这里 接近在笔头的尖尖的位置 但是你看哦 它做棋笔 你看一下笔尖贴住以后 向右上才向左 所以它的棋笔是这个角度 今天好像有一个小朋友 明天